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论文的叫肖阳 他在网上发个公开信 说我没兴趣了 我想当中学老师去 然后他的导师在网上发这封信 就是说可惜了 中国一个大科学家的希望就没了 他觉得很可惜 网上引起很大讨论 那天我们说了很多 说到最后 我还真有点佩服肖阳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你看 围绕着他的这个问题的讨论 很多人讨论 就是说一个大有前途的科研者 为什么去做中学老师 反应了 你看就开始就谴责了 说中国的这个学术太腐败了 中国的这个跑课题的这种现象 就是有钱就做科研 都是为了跑课题基金等等等等 种种的就开始讲这个问题 可是我后来看到这个肖阳的回应之后 我为什么对他油然而生一些佩服 我觉得他到了一种灵魂的需求 就是你以为他是因为对不满社会现实 他才愤而放弃这个去做中学老师吗 不是 甚至于就是他没兴趣了 甚至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做中学老师的兴趣能有多久 是的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逃离 青春都一赏 人把福名换了 千真低畅 这是成刘勇 就是说完全是个人性情的 就是他是为了自己灵魂的快乐和需求 这真是让我想到贾宝玉 为什么贾宝玉了不起 贾宝玉就是你们这个社会公认的这一套 经国济世的这些价值观 这些这些事业心 这些东西 在我个人的性情 个人灵魂的需要面前 你们都玩干去 对吧 都可以不要 涛哥在这样继续讲下去就把他讲出家了 那我完全不了解 萧扬这个事情 可是我听当然也非常佩服 你明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你就拒绝 可是问题 他选择当中学老师 我就比较好奇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听很多朋友说在内地教中学 在香港也是整个制度是更不堪的 会令你非常累非常挫败 甚至种种的整个教学的制度 让你感觉你不仅没办法帮到学生 甚至是害了学生的 因为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玩 假如他那么聪明的人 他难道不知道吗 就说你放弃一个你不要的东西 我佩服 我明白 可是你跳进另外一个火坑 更大的火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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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是很好奇 他至少在他公开表明的态度当中 其实他等于是 我有选择未知的权利 不是 我觉得马博士 他这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角度 对吧 你看他说这个萧扬 我们甚至可以理解 他的这个选择 是对当下的这个教育制度的一种藐视 对吧 至少是对他的导师的这一套 这种惯性思维的藐视 但是呢 他回过头 去当一个这个传统中学的一个数学老师 实际上就是为现行的这个教育制度 天专家 天专家网 他是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啊 这些都让我们呢 对现在的这个学生啊 包括现在的这个 就你们这个80后啊 甚至于90后啊 到底脑子里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很好奇 你像最近他们给我讲一件事啊 当然我也没有在场 但是他们在说 说北大的学生啊 到底有没有独立见解 但是这个话题呢 聊的哎呀 还算是以为一个故人 都做过我们节目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余丹 说余丹在北大 给哄 嗯 什么 你你觉得这事吗 哎呀 说起北大啊 哄人下台 你就是北大的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不是 我在北大学习过 但是其实要说的话 我觉得我对北大的这个风气的话 我的了解是什么 呃 应该说是我 实际上我是从大二开始在北大学习 那么我在大一有一年 那么这一年的时间里边 我不是在北大的 那那个时候我看北大 以及我到了北大以后 我在北大学习三年 那那三年我看北大 以及我后来到了英国 再回过头看北大 完全不同 哦 有什么不同 一开始你在到北大之前啊 你看他就觉得哎呀 首先校园很大 对吧 这个什么北大的校园 清华的汉嘛 他这个引以为豪的 那么到了北大以后的话 清华的汉 有这个这个这个口头池 北大的校园好 清华的汉子 男生好 北大的校园 汉 我以为雷汉的汉 你知的可以随得的汉嘛 清华的汉 后面还有两个就不说了 然后那个 讲哪了 讲清华的汉 不是不是 讲我到了北大之后啊 那三年去学习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 哎 其实这里的学习风气 确实是不错的啊 学生的话呢 都很努力 而且他们非常的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 咱们那个有一说一 有一个北大 清华的这个学生 他们的这个声援的优秀 这应该说是在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可以比的 对吧 因为他们是怎么挑出来的呀 对吧 不管是什么 哈佛耶罗 我建桥的那个牛津 没法比绝对的 所以说这个北大清华学生的素质 他们这个聪慧程度 那绝对是这个世界一流 而且是这个无可比拟的 我不是在找博 我不是在找博 真的 但是 但是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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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口音都出来了 下 对 对我替你给大家求求情啊 这个咱是严者无忌啊 不知当的 我不怕 不是没事 本来就是这样吧 对吧 再说 北大跟我们关系很好 北大的学生 你说 不是 小天 你应该这么说 我现在帮余丹说 你应该这么说 生活在中国这个思想文化环境里的 有一个算一个 包括你我在内 我们都是井底之蛙 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到现在 钱学生所说的出不了什么大事 出不了什么爱因斯坦 我们在中国这么一个大环境下 我们这个村里 我们谁都盖莫能外 所以说不光北大清华是井底之蛙 我们都是井底之蛙 不行不行 我不能同意 我说 我觉得因为中国太大 我有一点同意 人很多 天才很多 优秀的人很多 所以这些人不是井底之蛙 是井底之龙 他被困在这个井里面 这样会说 你知道吗 真的是龙 你困在那边 为什么出不了大科学家 整天你要做什么研究 要给你领导 他可能完全不懂科学的 要给他批 或者说你做什么研究 他就问你 这个有用吗 对我们创收有帮助吗 你就不能做 所以 所以你看出来没有 还是李安比你成熟 人家讲藏龙卧虎 大陆就是藏龙卧虎之地 不是表面上呈现出一个井底之蛙的这个外形 实际内在的藏龙卧虎之地 你知道吗 其实要说北大的话 一直这个他提倡的这个什么这个这个独立精神 对吧 思想解放独立精神什么的 那实际上那些学生 他们那个时候那天晚上对这个鱼丹的反应 实际上也是这个的一种张扬 对吧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就说你为什么来代表我 对吧 有这种想法 当然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表达方式的话 不要忘了 北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那就是兼容并包啊 而且所有的这些礼仪廉耻呢 第一个就是礼啊 在哪去了 你说是井底之蛙是在这个地方 是 你就觉得 哎 我不太懂 可以 剑桥的学生可以把一个来演讲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给你哄下去 有扔鞋的吗 有扔鞋的呀 是 但是不一样啊 他不是因为觉得我是剑桥的 我凭什么被你代表 而是他有不同的这个 政治理念 当然他这样的做法是更恶棍的 对吧 更流氓的 最后都被这个起诉了 是吧 那是更不能接受的 那另外一回事 跟北大这个哄鱼丹 我觉得是不能相提并论 你觉得他不应该哄鱼丹 是吧 当然不应该了 好 注意你的胃果 今天晚上就哄你 江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创新 美的心思 绽放心思 接着说刚才广告就说北大都是什么呢 藏龙卧虎啊 真的 我刚才主要是在夸那个什么清华 真的 清华他们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弃啊 这个什么 你是不是找过清华的男朋友呢 清华汉呢 你是北大的出来的学生啊 不是 我很客观的好不好 记者 真的 我是把自己那个放在外面 在看这个整个事情 你是记者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事实真相 他们跟我好多人最近都问我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把一旦哄 首先啊 我是记者 我要说这个事情啊 没有哄 不是全场哄 他这个啊 是一个学生 是因为余丹说什么了 是因为这个什么 昆曲表演嘛 人家老的艺术家在上边 表演完了 然后那主持人就说 我们请那个余丹来代表我们 这个谈一下感想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 可能拿手机拍的吧 至少是他那一圈的人 就是哄的 这个起哄吧 就是起哄 北大有起哄的传统 确实是这样 谁都哄 我去了没人哄我呀 你没听见而已 没有啊 那就说明你太不重要了 重要的人都被哄 没有 北大可欢迎我了 以女同学为主 绝不非 那解释了一切 对 不是 他这是说什么了 哄他 实际上我看那视频啊 我觉得现场的这个掌声 还是挺热烈的 你知道吗 就应该说大部分的 这个学生的话呢 第一反应是对的 我们至少是一个这个诗者嘛 对吧 是一个老师 不管是哪个学校的 上台了 我们就那个掌声欢迎一下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值得肯定的 对吧 基本理 然后上去 余丹没说什么 很简单的话 就很客套的那些话 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呢 下边这个哄响 他应该是听见了 那就不是因为什么当时的言论 没有 是因为过往的印象 另外我也是看网络了 有些牵涉到身份的问题 听说当天前面有表演 不晓得是表演还是演说的艺术家 是金剧还是坤 好像金坤艺术的前辈 辈分很高的 好像有讲完话表演完 然后呢 来了余丹 那余丹 他是一个理论家 评论家这样子 可能在北大学生的眼中 觉得说前辈讲完话 好像应该 不应该由其他晚辈 特别可能以前有所争议的晚辈 然后来再讲话 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至于说有多少人轰 用什么方法来轰 我是没有看到 可是我同意说大学 我觉得说轰一轰也无所谓了 被轰也无所谓了 这个也真的是展现出 整个大学里面那种生命力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反而是经过媒体 其他媒体的包括网络 和说纸媒的不断在扩大 好像很重要的事情 对是的 而且这个余丹 那你对余丹怎么看 我不做评价 又开始了 不是 我是想起 我是想起说 我觉得余丹老师 可能那天晚上 他这个穿着 我这可以大胆的说一下 如果稍微 不是那种方式的话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我的个人看法 对 他穿什么 自己看视频去吧 其实没讲 有视频呢 有有有 好好好 我去看看 我来讲他穿什么 我也是看到网络说的 是说好像穿黑丝袜 然后红色裙 短裙 那你想人家不穿袜子吗 然后有人说是不得体 我觉得假如因为这样就成为被轰的理由 那真的太可悲了 我是觉得你觉得他的辈分 他或说甚至的发言的说法 我来代表谁谁谁 让人家不舒服 这个我觉得还蛮有生命力 蛮标悍的 可是假如你因为一个人的打扮 然后可能是少少的不得体 当然什么叫做得体不得体 还每个人品味不一样 你就这样轰他 那我觉得就 我觉得怪怪的 当然可能是很多因素了 包括他的辈分 他讲话的内容 他的服装 可是他的服装也成为其中一个被拿出来说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误录了 这个真的有点 那个把人家 好像你期待的什么叫做得体的服装才被容许 我觉得这个有点狭隘的角度 你说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忠孝结义啊 礼义廉耻啊 我又想到于丹不是讲这个论语的吗 我不禁就想到啊 我刚刚从这个屈服 孔庙那个地方来 我还照了一些照片 本来呢 我改天专门说说这个事 你知道我想说说什么呢 你看今天的年轻人是这样的 一种一种一种这样的一种气氛 当年的年轻人是什么呢 红卫兵 这个红卫兵啊 是怎么破坏这个孔林 孔庙和这个孔府的 你知道我去了之后 我了解到 我却觉得吃惊啊 就是说 他这个红卫兵 不是说你一帮小毛贼啊 不是 你觉得你都惊叹 他破坏这个碑啊 都是一个工程 那是多么巨大的那个那个那个石碑啊 高达我还觉得 这几十几几几两三丈啊 那么大 那么大的石碑 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砸碎的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比如说北京 陈伯达的这个指示 就说呃都是实际上是有分寸的 就是说呃 孔林孔庙不能烧 但是谁谁谁 孔子的祖坟 挖 挖挖孔子的坟 孔林的谁谁谁的坟 挖 你知道吗 他是有计划 有目的 而且呢 破坏的烧了多少这个这个那种书啊 什么的那种文物啊 就是甚至于你知道吗 这个一块大碑 朱元璋给孔子立的碑 上面你看啊 还写着一个 尤其写着一个大字 写这个刘 保留的刘 那是什么 他会 我为什么说是有计划 有预谋 有目的 甚至是非常科学的在破坏呢 他啊 按照他的逻辑 这个红卫兵啊 为什么朱元璋的碑 刘啊 因为是按成分算的 就古人 朱元璋出身是农民 猪虫疤 对 农民赤品 是吧 学校中农 朱元璋虽然后来做了皇 学校中农里的碑 你要保留下来 很有 咱们亲爱的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所以我说 如果真有余丹这个事的话 跟当年我说的这个 红卫兵 那时候也是什么什么年轻人 这相比之下 真是 小无间当务 你这个 当然余丹跟论语 他也不是论语的代表 也是小无间当务 对 也是小无间 这玩意儿不能网块说 我就是想起 很有一个感慨 就是这个 这个衍圣公 他孔子这个孙子 都叫什么 一代一代的 孔德成不是在台湾吧 孔德成在台湾 孔德成在这个两岸 就关系好了以后 大陆多次邀请 孔德成回 须抚老家 看一看 不回去 你看为什么不回去 我就能想到 尤其是这个孔家人 忠孝结义礼义廉耻 那么你给人家造成过多么大的侮辱 当年红卫兵挖这个坟 讲究啊 叫前三代 尾三代 感觉就是要 头尾就给你斩掉 尾三代就包括了这个 现在就那个时候还在世的 就孔德成的祖父辈的 是父爸爸爷爷这个辈的 孔令仪 孔令仪 这个焚发出来啊 尸体还是好的 尸体的衣服扒掉了 孔令仪和他的这个夫人啊 就光着身子掉在树上 错骨 叫做错骨杨晖 当年红卫兵对这个 这个地方的破坏 你想身在台湾的这个孔德成 这个家伙 这个侮辱 你想咱们曾经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人家祖坟了 对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 有些老学者说起于丹来 他们当然于丹讲的有些个论语啊 他们也是就说 说起来没法说 对吧 但是他们莫为总会说一句 就说不管怎么说 他能让一些人去读 有这个阅读论语的兴趣 能够重视一些 咱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老古董 也算是一种功德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形式上的这个事情 人家毕竟是长者 有点基本的礼貌 你知道吗 他可不想当长者 他挺想当小小小小小 不管怎么说就是长者 你知道我最近听我们同事说的 在韩国啊 你打架 如果在公共场合打架 不管对错 不管任何理由 只要是年轻人打那个 年长的 就是他犯罪 是吗 即使他道歉了 道歉他要特别的尊重 可是说到孔德成 对啊 他我觉得假如你这样说的话 他有所不为嘛 有些事情我们经常说什么 伤逢 衣笑 免恩仇 可是有那么容易吗 甚至是应该吗 有些仇 当你好像很轻松的 把它免掉的时候 其实代表你没有什么人间的是非观念 有些是非有些恩仇 是不能那么容易啊 哎呀 文涛兄这样 不能这样的嘛 真是 嘉辉说的 说到我心里去了 你不是还看老子吗 我这个人前半生 我讲究这个博爱呀 宽容啊 或者是什么 活西尼呀 对吧 但是我觉得随着我年龄渐长 我越来越觉得人要爱你这么分明 心眼越来越小 没错 你甭得罪我 恨死你 我就是说君子 哎 我真像鲁迅一样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了是吧 死了也不原谅 为什么要原谅 你你就是错了吗 啊 那你不是学佛吗 是吗 不是 哎 就你没发现啊 好些人啊 这个年轻的时候 他如果是什么派的话 保守派 到老了呀 他变一个激进派 年轻的时候是激进派呢 到老了往往会越来越保守 其实人的一股能量啊 是会变化的 我觉得这是一部分人 还有的人是老了 相反他就是越来越温和 越来越善良 对吧 你说我越来越来越老 越邪恶吗 反正你就是另外一类吧 对吧 对 可是不管你哈 有没有越来越愤怒 还是怎么样哈 你表达方式 还是可以不一样嘛 说你说 越来越生气 还是有恨 死都不会宽恕你 可是你 不宽恕 是一回事 你选择去报仇 又是另外一回事 像孔德成 可能表现的是 我不削 你邀请我不来 可是他不会说 整天追着你屁股 对 不要闹得自己不开心 走高路 Take the high road 对啊 主要是要进行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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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